植物家族对抗赛 今天参赛的两个家族分别是 冰地四射家族和火力全开家族 分别挑战不同种类的四节僵尸 由于携带植物的上限为8个 所以每个家族选4种植物上场 冰冻生菜开场无法种植 所以冰地四射家族就不带冰冻生菜了 火力全开家族全是输出植物 增加一场预选赛决定上场植物 5颗植物分别单挑一个铁桶僵尸 从几种植物上场的表现来看 火龙果稍微差一点就不上场了 两个参赛的家族上场的植物每种种两颗 都是满街的 挑战正式开始 第一回合挑战机器虫小鬼僵尸 两个家族都轻松取胜 第二回合挑战功夫气功僵尸 两个家族也是轻松取胜 第三回合挑战斗篷僵尸 第三回合挑战料 第二回合 Ezhen 第四回合挑战务尸 第一回合董 Lake 最好 represented 怖战文蜍矣 造人 诶 一次 二这 不是 中央 可能 两个家族都获得了胜利 第四回合挑战兵佑僵尸 两个家族都获得了胜利 第五回合挑战埃及巨人僵尸 两个家族都获得了胜利 第六回合挑战花火僵尸 两个家族都获得了胜利 第七回合挑战骑牛小鬼僵尸 两个家族都获得了胜利 第八回合挑战第四颗3000 两个家族都获得了胜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两个家族都获得了胜利 第十回合挑战侏罗纪巨人僵尸 两个家族都获得了胜利 最后一个回合挑战偷弹小鬼僵尸 火力全开家族缓灭 继续看宾利四射家族 宾利四射家族也团灭了 你们觉得这场对抗赛是哪个家族获胜的呢